好 那 接下來第三場的講者是 Reka 那Reka是 Android 不是 我差點說Android Colin Taiwan User Group的主辦人 平常有參加蠻多社群活動 之前是在寫PHP 對 最近開始在接觸Colin 然後也就是做了蠻多社群上的活動 那 接下來我跟大家介紹他自己好了 歡迎Eka 幫我按一下播放 我有點找不到他播放在哪 那歡迎大家 那今天我要來聊的話題是Colin的五個四大天王 我們來聊Colin的Scope Function 那首先還是先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 就像剛剛彥兵講的 我一開始寫程式的時候 是接觸那個PHP這個程式語言 用來寫後端 那PHP這個程式語言呢 我覺得他快速開發的時候非常棒 可是他在遇到一些情境 比方說今天我們可能要處理非同步的需求 可能有一個人進來他會讀檔案 那讀檔案的時候我希望他不要被讀檔案這件事情阻撓 我要他能夠先處理後面來的用戶 那這件事情在PHP這個程式語言上就非常麻煩 所以我那時候一邊研究PHP這個程式語言 一邊我也在找尋 就是說如果遇到這個情...遇到剛剛我講這種需要非同步的情境 那有沒有辦法可以找到一個替代的方案 那我在找了一陣子之後 我從2019年開始接觸Colin這個程式語言 然後就覺得說這個是我覺得很優雅 然後很棒的一個方案 然後呢下面就大概我研究Colin 然後在一些各大年會或者地方的那個經歷 就我在2020年JCCom的時候介紹了Colin的Coroutine 那2021年的時候 剛好那時候台灣ColinUserGroup管理有一些事情 所以我就接手下來 成為了台灣ColinUserGroup的管理員 然後2021年我講Cater 這是一個Colin網頁後端開發所使用的框架 然後再來是在2021年ModCom 我分享了Colin的自動測試怎麼做 然後還有就是2021年的Colin中文開發者大會 這是一個線上的活動 我們跟香港還有中國等等的Colin開發者一起討論 就我們對Colin開發的一些經驗等等 好那講完正題了 接著我們要講Scope Function Scope Function這個概念可能大家很陌生 因為不是所有的語言都有Scope Function 那Scope Function到底是什麼 在官方的說法是Colin標準的Library裡面 他就包含了這幾個Function 那他的主要的目標是去 在一個Object的Context裡面 就我們今天進來一個物件 然後我們在這個物件底下 我們執行一段Code 這樣說可能大家還是覺得很模糊 就是沒有辦法想像他在做什麼事情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這段Code 大家有沒有人可以想出他在做什麼 想出來可以舉手回答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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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請說 我們做的是一個不可更改的List 那我們就不能做後面的動作 他第二 再來他做的動作是 我們在123這個List 我們加入兩個元素4跟5 然後再來把1這個元素移除 所以我們在Print Line的時候 最後一行就是把這個東西印出來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一個陣列裡面 他有2345但是沒有1 因為被移掉了嘛 那這樣的寫法沒有什麼不好 只是說Colin這一邊覺得可以有更好的寫法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程式 他都是處在我們建好的 Numbers這個List上面 那如果我們已經知道這件事情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用某種寫法 就是說這一段Code 全部都在對Numbers這個List做事呢 可以的 我們可以這樣寫 就是我們將Numbers這個Object的Contact裡面 所操作的操作 加元素、減元素 全部寫在一個Scope的Function裡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邊所定義的Scope 他內部他所操作的元素 就是這個Numbers 那我們在這裡面加加減卷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在一個大瓜湖內 就不會有人有疑惑說 這個大瓜湖內的東西是對誰操作 我們也不用擔心說這一邊Numbers 然後少了一個S 欸不對他操作其他元素去了 打錯一個字 你就操作元素完全不一樣了 就可以避免掉這個問題 好 那這樣子的做法 他可以讓我們程式的意圖更加的清楚 那我們呢 ScopeFunction到底有幾種 其實我們今天就來簡單的把它區分一下 用我們這邊會用幾個二元的方法來區分 跟ScopeFunction的不同 其中一個不同是 ScopeFunction它回傳值到底是什麼 這時候還有兩種選擇 第一個是我們的LambdaResult 就是我們在那個Scope裡面 它跑完之後它回傳的值 那第二種是我們的ContextObject 就是它跑完了之後 它實際回傳的就是我們前面的 被呼叫ScopeFunction的那個Object 我們來實際看一個案例 以這個案例來講 我們像前面一樣 我們宣告一個MutableList 然後我們呼叫了Run 這一個ScopeFunction 然後我們加入兩個元素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Run的回傳值 回傳的其實是True 它回傳的值呢 其實是我們Add5之後的LambdaResult 可以消化一下 就是其中一種呢 是我們這個Lambda跑完之後 這一個的回傳值是什麼 我們的Result就會收到什麼 與其對應的是 像Apply這一個ScopeFunction 那我們跑完了Add5之後 Apply的回傳值並不是True 而是它把這一個Numbers這個Object 直接回傳回去 這是ScopeFunction的兩大類 其中一類是回傳ContextObject 其中一類是回傳Lambda的Result 那透過這樣子的區分 我們可以將Lambda 那個LambdaFunction把它區分成 Also跟Apply 這兩個ScopeFunction 它是回傳ContextObject 那如果是Let跟Run 這兩個ScopeFunction呢 它回傳的是LambdaResult 所以我們在前面的Run 如果這邊我們改成Let的話 那這一邊的Result 一樣是回傳True 那如果這一邊是Also的話 那我們這邊的Result就會變成 一樣是我們的ContextObject 好 這是其中一大類區分的方式 另一大類區分的方式是 我在這一個Lambda裡面 我要怎麼去Call我的物件 就是我們在Lambda裡面 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一定會去Call 我們原本的對應的ContextObject 因為這就是我們LambdaFunction 我們的ScopeFunction在做的事情 我們在這個物件底下 我們要做什麼操作 那我們要怎麼Call它呢 有兩種方式 其中一種是用It 這個關鍵字去呼叫到這個物件 另一種是用List 那List的話 我們就可以省略掉它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剛剛在我們的範例裡面 沒有看到List的原因 比方說像Let這個函式 它是使用It這個關鍵字的 所以我們在裡面 我們要取得Numbers的話 我要對Numbers做操作 我們就會用It 那如果我們選用另一種 就像我們剛剛的Run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剛剛Run我們都 我們只有看到Add 我們並沒有看到List什麼關鍵字 這是因為List這個關鍵字 在這一個情境之下 是可以省略掉的 我們可以直接寫Add 就可以直接對它進行操作 透過這樣的區分 我們又可以再將我們的Scope function 區分成這兩大類 Let跟Also是針對 它裡面的關鍵字是It Run跟Apply是List 所以透過這樣的區分之後 我們就可以知道我們的Scope function 確實有四大天王 因為我們用兩個二分法 畫了一個矩陣出來 例如說像Let 我們就知道它的操作裡面是It 然後它回傳的是LambdaResult 如果是Also的話 大家試試看 我們要操作的關鍵字就會是It 然後它回傳值會是 ContestObject 對 我們再試一個 如果是Run的話 它裡面的關鍵字是List List的話 就代表它是可以被 可以被省略的 它回傳的只會是 NambdaResult 好 這部分就是我們Scope function的四大天王 還有它們對應的使用場景會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剛剛講完了 我知道它是有這樣的語法特性 可是它的怎麼使用 其中一個Let這個字 我們有沒有人知道它在英文裡面的意思是什麼 上面有寫讓跟令 沒有你這樣子講其實不好不清楚 有沒有 例如說我們可能用一個英文句子 來就是解釋這個字怎麼使用 Let's go 就是說我們要走了 就Let's go 對不對 好 那這個Let韓式它在命名這個的時候 其實它就注意到 我們要讓這一段的程式語法要更容易懂 所以 Let這個韓式我們通常會用在 我們對物件進行操作的時候 我們可以使用Let這個Scope function 你看 所以我們先定義了一個 這是一個不可更動的list 1 2 3 然後我們將它filter掉 我們將大於1的元素 我們都把它filter 那個大於1的元素filter進來 然後再來我們做一個操作 就是我們對每一個元素 我們都把它印出來 所以我們就可以 這一段程式它的語法就變得非常清楚 就是說 我們就是Let it be printed的感覺 然後它的韓式寫起來就是Let 掛號一個print line 然後IT放進來 所以它在語法設計的時候 它就已經注意到 我們對物件進行操作的時候 我們常常要去命名這個物件 所以我們Let裡面應該要用it 而不是用list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用list的話 你就要常常把那個list打出來 然後就要多打兩個字 很不方便 好 然後另一個let的用法是 我們在程式裡面常常要判斷 我們的程式碼是不是no 那我們過去寫法可能就會 如果這個等於no的話 我們就把它reject掉 或者是我們就不做下面的某段式 else我們才做下面的某段式 但是在colin裡面呢 我們有另一個東西 就是問號點這一種operator 那我們可以搭配問號點這個operator 往下進行操作 怎麼做呢? 我們可能收到一個string 那它是一個可以為no的string 可以為no的string 在colin裡面要特別的標記 所以我們會後面標一個問號 代表它是可以為no的 那我在計算它的長度的時候 我首先我先判斷它是不是no 如果它不是no 如果它是no的話 它就會不做後面的事情 那如果它是no的話 我們就讓它執行let的部分 那let的部分第一行 我們先print line 就是印說 我們已經cull到let的函式囉 那第二行我們做什麼? 我們呼叫了它的lens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這麼做? 因為let 我們來回顧我們剛剛的矩陣 let它回傳的是一個lambda的result 所以我們在這一邊 最後一行我們寫it.lens的時候 它會回傳出這個string本身 還是回傳它的lens 回傳它的lens 所以我們的這一個value 就會拿到這個string的lens了 它的讀起來就是 如果這個string它不是no 那我們就let 印出這個string 然後再來是取得它的lens並回傳 所以它程式變得非常的易讀懂 好 這是let的部分 那再來我們講apply apply這個東西我們通常來做什麼? 可以用來做物件的初始化 比方說我宣告了一個addon 那我一開始可能 它的那個那個叫什麼? constructor 它只有允許我寫它的名字 但是我還想要寫入它的age跟它的city 那我要怎麼做呢? 我可以用apply這個函式 然後我在裡面寫age等20 city它居住的城市是london 那這時候這個寫法等同於 我寫list.age等20 但是我可以不寫list嘛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list是可省略的 那這樣子的一個寫法 我們就變得很簡單 因為我在這個物件裡面用apply 我想就對這個物件操作 然後我想要寫入的optional attribute 全部寫在裡面 它讀起來的語法就像是 apply age and city to Adam這個person 所以它讀起來也變得非常好懂 第三個就是run run這個函式就如同它英文的意義 就是我們拿它來運作嘛 就是我們打算run on什麼東西 那我們可以用它來對這個物件做初始化 同時對它進行操作 像我們在mutablelist 那我們對它做一些初始化的 我們對它做一些操作行為 我們對它增加兩個元素 run add4 add5 on 這個mutablelist 然後我們如果我們真的 一定要呼叫這個物件本身的時候 我們還有list這個關鍵字可以打 所以不會說啊糟了我 它都可省略那我print line 在後面就沒有辦法打 任何呼叫這個context object 這個關鍵字了 我們還是可以透過list來打 好 最後一個叫做 also also就是它的那個跟它的字一樣 字意一樣就是我做了什麼事情 also我也做了什麼事情 它可以用來做一個複雜的操作 比方說我宣告了兩個變數 然後我要將這兩個變數對調 過去可能大家都學過嘛 就是說我先寫一個那個變數c 然後將a倒給c 然後b倒給a 然後c原本裝著那個a的那個c 再把它倒回給b 這兩個變數就交換了 那其實我們可以不要這麼做 我們用a.a等於 a等於什麼呢 b also b等於a b等於a這一段會先運作 它會運作起來 它會把那個a這個變數倒進給b 然後also會回傳什麼 大家有沒有印象 沒有印象了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矩陣 also它會回傳什麼呢 來大家看著講一次 它會回傳context object 所以我們這個b它會回傳b.also b等於a 它會回傳什麼 一開始的b 所以就變回傳2 也就是我們的這一個那個a就會拿到2 那b最後就會拿到1 也就是說我們用這樣簡單的一行程式 我們就可以把變數對換了 那它讀起來好不好懂也很好理解 就是把b assign to a also我也把a assign給b 所以這兩個變數自然而然就會對調嘛 好到這邊先暫停一下各位有沒有問題 針對這四個那個scope function 有問題嗎 有請說 b的值會先被抽出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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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最後回傳的是context object 好還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我們就往下走囉 那 剛剛我已經講了 可是 欸可是我剛剛不是劃分了一個矩陣 然後講的非常嚴密了嗎 就是 對啊二分法這一邊兩個那邊兩個 那scope function的四個就都講完了 其實還有第五個scope function 也就是我們常講的 四大天王常常都是有五位的這個梗 對啊在各個漫畫裡面 每次四大天王打完了 就有第五個邪惡大魔王出來 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每次都排五個 好 這個第五個scope function呢 就是 with這個scope function 他的語法非常 為什麼我們把它獨立於其他四個來討論 因為他的語法非常怪異 各位可以看到 首先我們先定義一個 這是在卡裡面特殊的語法叫data class 他類似於 Java裡面我們叫plane old java object pojo 他的用意是我建立一個物件 他只有一堆attribute 還有setter and getter 就是說我有一個物件 他專門用來裝資料 他就像pet 他有名字 他有年紀 可是我沒有對他做特別的那個方法的定義 我沒有要他bark 我沒有要他什麼 我只要他記得自己的名字 跟記得自己的年紀就好了 這是一個專門用來儲存資料的一個物件形式 在不同語言不同稱呼 有的叫做value object 有的叫做data transfer object 有的叫data access object 不同名字但意思是一樣的 那今天首先我們先建立一個pet 他名字叫luna 那他的寫法是這樣 with this pet 我們可以print他的name 那這個語法呢 如果透過我們的矩陣的話 他勉強可以放在lis這一塊 然後對應的是lambda result 所以他跟run是放在一起的 可是他的使用情境呢 跟run又不太一樣 為什麼因為如果在這個情境下 我們用run可能我們會覺得他的語法 並沒有那麼清楚 就是我們更多的使用是 我有一段程式邏輯要運作 但這一段程式邏輯 他只跟這一個物件相關 就我是針對這個物件做 我是要拿取這個物件做一些操作 但我不是要修改這個物件 針對這個物件做一系列的運行 所以我們就用with這個function 其實這是語意的判斷啦 就是你覺得在什麼場景 你用with寫起來別人會更好看懂 什麼場景下用run寫起來 別人會更好看懂 所以我們通常with這個scope function呢 我們會把它用在我要執行一段程式 然後這段程式都會用這個物件的時候 我們會這樣使用 以上那scope function其實不太好記 所以我們這邊稍微有一個簡單的記憶的口訣 第一個就是scope function裡面用A開頭的 他都是回傳context object 比方說apply 比方說also 那另一種呢就是 除了apply跟also以外 還有run跟with 他都是用list來取得context object 所以我們就可以有一個簡單語法叫runwithlist 這很常講嘛 就是對啊你用這個跑 runwithlist 然後另一個就是 有兩個function都是用it的 就是also跟let 所以我們就also let it be 就let it be 是一個騙語嘛 很常使用騙語 然後also 所以also跟let這兩個scope function 他都是存取的context object的關鍵字都是it 用這樣的方式可能就會比較好記說 在哪一個scope function裡面 他進行操作的時候是使用哪一個function這樣子 好 那今天我分享就到這邊 然後順便還是要宣傳一下 那如果各位聽完這一個分享 覺得Colin這個程式語也蠻有趣的 欸對啊就為什麼會有這麼scope function 這麼有趣的設計 那為什麼會有diaclet等等 那你想要學習的話 可以來到我們那個colin.tube 這一個官方網站 然後那個他裡面我們會舉辦讀書會 然後練工房可以讓各位練習 那再來是 因為就如我自介的時候說的 我是TaiwanColinUserGroup的host 那我們也做了一個github網站 那歡迎大家就是掃這個qrcode 然後點進來看 裡面有一些教學的資源 那如果我們有一些活動的紀錄 也都會貼在這裡 各位掃好了嗎 好 那如果那個各位想要更即時的獲得一些資訊 那我們TaiwanColinUserGroup 還有一個臉書的粉專 大家可以掃描這一個 大家可以掃描這一個 大家可以掃描這一個Qrcode進來 好 最後是這一張 其實是這樣 是我最近呢 因為我們在推廣活動的時候 然後我們發現 如果我們要收一些收費的演講 那我們可能會遇到一些 那個就是像馬康他們是舉辦了一個 這個他們是叫什麼基金會 那我們不是用基金會形式 我們是用公司的形式 就是未來如果要舉辦任何跟Colin相關的收費的演講 或者收費的活動 我們可能會透過這一個 那個這一間公司的名義去進行舉辦這個活動 那這是我跟我朋友一起想的名字 叫2Gate的 叫2Gate的資訊公司 那大家也可以掃描一下 然後那個點個讚 以後如果有任何2Gate的資訊公司舉辦活動 我們都會在上面公布 好全部講完了 那現在是Q&A環節 請說 你問一下 假設今天我的方式我傳了三個指 ABC 那他都是Norable的 那 如果我用問號點的方式 對 去去執行 那他跟我一開始去判那if 他得No 就 return 嗯 這個怎麼講 他的效能上會有影響嗎 應該說假設我用let就等於說 A問號點let 然後他要B問號點let 再C問號點let 對 那這個如果我寫成if A等於諾或是B等於諾或是C等於諾 我就直接return 這兩個方式比起來的話 他們的效能上會有差異嗎 效能上邏輯上是不會有差異 為什麼 因為例如說你用ifA等於諾 那我們就把它return掉 那如果你剛好A等於諾的話 他就不會再往後判斷B跟C是不是諾 對 那如果他往後B有可能是諾 跳掉了C就不會再進行判斷 那如果透過用let 用scope function這種寫法 他其實一樣的 就是第一個變數 如果他是諾 那我就是不會執行整個let裡面 也就是說我也不會去執行B與C的判斷了 對 那我執行完let之後 我在let裡面 我在做針對那個variable C跟variable B variable C是不是諾的一個判斷 如果你有份量的人 你說ifBio 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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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好 喂 我想問就是 if跟lis 他們兩個會不會有 實質上的差別 可能可以操作方形的差別 或是對原本 原本那個傳實訊進去 那會不會對原本的 實訊會有一些差異 或是lis傳進去 對lis有差異 你說lis嗎 就是is跟lis 就是 就是旁邊這兩個 就如果我用lan跟run 然後我會 這樣子使用下來的話 會不會就是我對原本的 物件會有所差異 你說如果是 led跟run兩個比較的話是不會有 對是不會有 因為他最後回傳都是lambda results 對原本的那個 你說對原本的物件會不會操作 對對就是會不會有 就是可能改變他的值 或是原本沒有改變 後面有改變 或是傳指或是那個 地址會有改變之類的 對這個我也忘 我沒有我忘記做這個實驗 我可能下次來做實驗確認一下 我不是很確定 我們先挑這位男生 對剛好三個同時舉手 我想問一下 就是如果我們的物件比較複雜 那我們會有很多scope function 就scope function裡面又有 還有一個scope function 對那現行的解法是我們會把it 付一個名稱嗎 現行你說it付一個名稱 也可以 那有沒有比較好的解法 我個人認為比較好的解法是 你可以將一個function的邏輯 縮得比較小 因為你說是一個物件很複雜嗎 那有沒有可能這個物件 其實它本來就是做很多事情的 這太多事 所以它其實是可以把它拆小的 做成很多個小物件 很多小類別 那每個類別要做的事情都很單純 如果這樣的話 Culling也蠻鼓勵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像這一種函式 那我們可以注意到 它是不是一路點下來 那我們可以保證 它是一個expression name 這種 function 在Culling裡面 它是可以省略到大括號的 所以在Culling裡面很常看到 就是一個function name 它等於 然後下面一個表達式 例如說plus 它就等於a加b 沒了 就我們其實將邏輯縮線得很小的時候 你的程式 第一個你的程式本身會更好讀 第二個是Culling 也鼓勵你這樣的語法 可以變得更加簡潔 你就不要做那個 Score function 包Score function 包Score function 這樣的事情 事實上當你在做 Score function 包Score function 包Score function的時候 你已經注意到 因為一個Score function 是對一個物件做操作 那是不是代表 這個物件本身 它可以有一個function 就是這一整個Score function 內該做的事情 而且這個東西很可能是 可共用的 Score function 對阿 你就不用整整一直 剪剪貼貼那一塊 Score function整包的內容了 對 好 那我們 我們 这个list它的物件不是外面这整个物件 就是不是说写这个程式里面那个物件 以这一行来讲 这个list对应的内容是 这个mutablelist of这一个list 不是这整包程式里面外面那个class 对 所以我答应你的意思 所以这里面这个list关键字 跟外面的list关键字 它的对应的指示对象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要指外面的那一个咧 如果你要指外面这一个 应该有别的写法 但我没有写到这一块 哎你 oh that at 嗯 他数那一个啊 哦 好 那个女生他等很久 不好意思我想再问一下那个author 就是我有一点不太理解author那边的写法 嗯 他是在比如说b点author之前就先把b的context 他不就测出来吗还是怎么样 然后先执行后面的b那边吗 对不过呃我觉得这种 因为他顺序就是他顺序有时候蛮让人搞混的啦 这后来是直接把这个当作一个phrase把它背下来 就是你要两个变数交换的时候 你就写a等于b点oso b等于a这样子 如果你真的很挑剔他的顺序的话 你可以想附加操作本身 因为他是also嘛 所以他其实照顺序来讲应该是先执行前面的事情 可是在这里面的context他拿到的是原本的context 他不是先执行完了之后再把那个那个a 就是已经只是2的a再往后送 因为如果你任何一个先执行 其实a跟b都是不会对调的 对 好 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那个with 这个with是不是就没办法做none的判断 none的判断 对如果是none的话他直接进去这样会不会问 呃有可能 所以这样我前面是不是还要加 比如说pet然后问号点let然后再点with 对 如果你如果你如果你用这样的话 你或者你可以用传统的if pet等于none我就把它return掉 这个写法在colin里面依旧是支援的 就是说我用with的话我必须确保他不是none 这是一个另一个是因为我们前面有说过colin的那个宣告的时候如果你这个值可以为none的话你要特殊标记 所以如果你不标记你直接只写value str等于str等于str的话 那这个值天性自然而然是不能够为none的 所以你其实不用做这个判断 对 嗯但有时候有时候就是物件他传进来的时候他有可能会是none吧 在编译阶段他就告诉你说这样的写法是不被允许的 所以你可以很安心的说如果我前面宣告了一个那个pet 那他的那个对他的那个类别是pet 我没有打问号标记他可以为none的话 我一定不会拿到none 那刚刚我是不是用那个run比较好 不是run可以直接判断是非none run也没有啊 他这个这个操作也没有判断他是不是none 我们说判断是不是none我们是用问号点的方式 对对对对我就用问号点run 也可以也可以 就看你认为哪个写法语意更加清楚 差不多了 好 好 就是我Cotlin不太熟悉 所以刚刚听完是不太懂run跟wist的使用情境 所以我好奇是不是 其实Cotlin写很久的人 可能自己都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区别 还是说其实大家都有各自说法 以至于可能在Cotlin的时候会吵架之类的 哦有可能 这个这是很好问题就是Cotlin的写法 其实我认为更应该说是每个团队之间要互相的协调 比方说变数真的是那个小写开头然后就是Camel Case吗 还是我就全小写用底线做区隔 然后我的排版是用Tab还是Space 等等的这些问题都会是团队之间内部要协调 那像我刚刚讲的我讲的只是在Colin官网上的一个推荐 那可能有一些人他觉得没有就全部都用Let 我一定都做得到 因为除了回传的内容不一样 跟里面的操作关键字不一样以外 其实是都是程式逻辑你电脑都跑得出那些结果 那我就例如说我全部用Run或全部用Let 都可以啊 但是你这样子写对其他来看的人 会不会觉得这一段不够简洁 语法上不够清楚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需要整个团队内部的讨论 好 好 江泽 你好 我是畅宏 那我想刚才有一只在听 刚才有一说Also回传是一个contest 然后有听到contest object 但如果没有听到你解释contest object 这个东西你可以解释一下 不好意思 那可能我前面没有说得够清楚 什么是contest 例如说在回传lambda result的版本 他回传最后回传我们的result这一段 他收到的是true 这个true是什么 不是这个numbers 因为numbers显然是一个阵列 对不对 ok 那这个true其实是add5这个function 执行完之后他的回传 对 就我成功的把5这个数字加进去了 所以我回传true 那相对应的 如果我回传是什么 就是contest object contest object contest object 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我的numbers apply之后 的回传值是什么 是我的numbers 对 好 这样可以理解 好 不会不会 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嗨你好 我延续刚刚有问题 那如果他在add4的时候 他会出现error 他会直接在那里 报那个jvm的accession吗 你说在score function内吗 对 会 会 会拋exception出来 因为显然我们的score function 没有特别对这些exception做error handling 所以他就一路拋回来 你是问这个吗 对 还是你想再问问题 好 没关系 好 那 蛤 有的 混淆 对 有 官方在讲score function 这里面 他有标记说 就是每一个function 我建议你要怎么使用 对 使用的场景是什么 但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可能团队 为什么说团队之间还是要磨合 是因为 可能有些团队成员他说 可是我觉得官方说的 解读上跟你的解读 跟我的解读可以不一样 所以这个还是需要一个团队的磨合 好 那还有其他问题吗 就是再次说一下我们的活动 就是跟三位讲师合照 加一个提问 就可以得到我们新量版的背包 跟 和温陶瓷杯 那 这个其实很抢手 依刚刚拍照跟提问的频率来看 应该是数量甚 没有很多了 对 但也别气 其实这两个东西都有 你知道为什么吗 来当江泽就有了 所以如果他真的想要这些东西的话 请联络雷卡 你很有可能也可以拿到这些东西 对 好 这个如果觉得拍照 那个跑一跑去很辛苦的话 就直接来找我报名当奖者 我们会送你一套 好今天谢谢雷卡 好下一场的演讲会在一点 所以就是在一点再进来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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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你也没有 那我要去拍照 哈哈 你刚拍一张这里两张 你还想要吗 背包或是 结果 有摸过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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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对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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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可以拿装 拿牌子 哎 我不要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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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可以拿照 拿牌子 拿牌子 你家 超高的力量,謝謝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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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